奉行佛教,天眼第一阿那律,阿那律,半文安鲁德,八立文安鲁德,又作阿尼卢陀,阿金楼陀,阿那律,阿楼陀。 意义为无灭,如意,无障,无贪,顺随一人,不争有无。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,加皮罗为人之事种,佛陀之同弟。 关于其身世,其世经,无贪律,众许摩赫地经,等载为虎贩王之子,佛本行吉经,大智度论等则载为甘露贩王之子。 佛陀成道归乡,阿那律与阿南,陀,幽婆里等,急于其时随佛陀出家为比丘。 出家后知阿那律,修道监禁,堪称摩范。 他曾于佛陀说法时酣睡,为佛陀所喝则,遂力士不眠,后患也及,导致失明。 然以修行日尽,心眼见开,忠诚佛陀弟子中天眼第一,能见天上地下六道众生。 阿那律长得很英俊,没有出家时就有很多王族的姑娘希望嫁给她,但阿那律却不意为女色动心。 出家之后也仍然讨姑娘的欢心,有一次她从其还经蛇往居萨罗国的途中,路上没有比丘速处,借民间家一宿。 而民间家里有一位姑娘,见她长得英俊,就喜欢上她了。 夜半,灯光渐渐地暗淡,朦胧的月色照在窗前,门声响触,姑娘轻轻地走道。 那律的床前,温柔多情地求爱。 而阿那律结家夫作,双目紧闭,向高耸的山岳,微然不动。 姑娘以手推她,阿那律严肃地把眼睁开,装颜的贺泽欲得种种不适,姑娘声大惭愧,当即皈依三宝,受十五戒,做了在家优婆仪。 阿那律双目失明后,一天想缝制衣服,而无法穿线进入真孔,佛陀知道她的心意,希望有个人帮助她把线穿进真孔,于是佛陀就亲自帮助她,并帮她把三衣缝制好,并教她如何修订,以见到光明。 阿那律坚持不懈,不久就正得天眼,不分远近,不分内外,她都看得到,从此,阿那律是有名的天眼第一。 阿那律很激动,佛陀也更欢慎,有一次阿那律走到佛陀的座。 向佛陀问道,佛陀,少欲知足,常行精进,这是我们修道者必备的条件。 妄记小我,弘法立生,这是我们弟子应尽的责任。 关于我们如何修道,应取涅槃,恳请佛陀多与慈悲开导。 佛陀根据阿那律请学大人菩萨的问题,开示了八念经,要她昼夜至心送面。 佛言,大人八念者,为道从无欲,非有欲得。 道从知足,非无愿得。 道从远离,非乐聚会。 非诸聚会,非何聚会得。 道从精勤,非懈怠的。 道从正念,非邪念得。 道从定义,非乱意得。 道从智慧,非愚痴的。 道从不细,乐不细,行不细,非夜细,非行细的。 云和从无欲,非有欲得。 未比丘的无欲,自知。 无欲,不令他人知我无欲。 得知足,得远离,得精勤,得正念,得定义,得智慧,得不细,自知的不细,不愿令他知我无欲。 是未道从无欲,非有欲得。 云和道从之足,非无欲得。 未比丘行之足,依许复行,时取充趋,是未道从之足,非无欲得。 云和道从远离,非乐聚会,非诸聚会,非何聚会得。 未比丘行远离,成就二远离,身极心聚远离,是未道从远离,非乐聚会,非诸聚会,非何聚会得。 云和道从精进,非得懈怠。 未比丘常行精进,断恶不善,修诸善法,横自起义,专一坚固,为诸善本不舍方便,是未道从精进,非懈怠的。 云和道从正念,非邪念得。 未比丘观内身如身,内觉,心,法如法,是未道从正念,非邪念得。 云和道从定义,非乱亦得。 未比丘离欲,离乐不善之法,智得第四产成就由,是未道从定义,非乱亦得。 云和道从智慧,非于吃得。 未比丘修行智慧,观心衰法,得如是智,顺慧明达,分别小了,以正近乎,是未道从智慧,非于吃得。 云和道从不戏,乐不戏,行不戏,非戏,非戏,非乐戏,非行戏的。 未比丘一场面戏,乐注无云涅槃,心横乐注,欢喜意解,是未道从不戏,乐不戏,行不戏,非戏,非戏,非乐戏,非行戏的。 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任八念以,然后只提受水主林中授下作也。 事实,尊者阿那律陀德阿罗赫,阿罗汉。